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推出了ITX大小的Thunderbolt 3外接显示卡 还有很多主机版跟显卡 我们马上请华琴为我们介绍 哈喽Enterbox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这边是Computex 2019 SROCK的摊位 在这里呢 SROCK 我们主要是以Motherbolt 为主要的厂商 我们生产许多的Gaming Motherbolt 然后还有Gaming的显示卡 那当然还有在小PC 还有各个工业电脑以及Server电脑的解决方案 现在我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强力的AMD最新主机版 大家都知道AMD在前一天发布了一个多核心的CPU 所以你的主机版搭配就非常重要啦 现在我为各位介绍的这一张叫做X570 Aqua 什么叫做Aqua Aqua代表的就是水冷 所以这是一张全水冷的主机版非常少见 大部分的主机版都是风冷 那这一张是完全的水冷主机版 你的CPU区域 你的晶片组的区域 甚至是你供电的区域 全部由水到所覆盖 你的水进去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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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带走热量以后再流出来 这是一张非常帅气的主机版 它的设计是完全水冷的 另外呢 我们在上面看到这片银白色的地方 它这边也是全铝的设计 所以它整张板子非常的厚重 有质感 创造出一种高贵的感觉 那除了它的本身设计很帅以外 它的规格也很厉害 它是全球第一张 也可能是唯一的某几张 它是有Intel Thunderbolt 3的主机版 所以非常厉害 我们期待 各位来会场 看看这张主机版的美貌 那这一张是限量999张的主机版 所以其实下定也好快喔 让我们往更多的地方看更多的主机版 OK 那我们看完了AMD的主机版以后 来到Intel的区域 这一张是我们最新的Gaming主机版 Z390 Phantom Gaming X 竟然都叫Phantom Gaming 它当然是主打Gam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外观 哇 金光闪闪 可以看到这边闪着很漂亮的ARGB光芒 现在大部分的Gaming系统 都是玻璃的侧板了 所以你的主机版够不够漂亮 有没有办法吸引 发出吸引人的RGB光就非常重要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一片 其实是全铝的铝合金散热片 我们可以帮下面的M.2 SAT做散热 所以它的散热部分也是相当惊人的 这可不是一般的塑胶 这是全铝合金 那在供电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Intel多核心嘛 核心多效能强 我们用的是14项数位供电 所以在供电部分 可以充分的应付i7 甚至i9的热量 这张还是全球第一张 拥有WiFi 6 也就是8.2.11 AX的主机版 它的频宽是以前 802.11 AC的 40%的提升 达到2.4Gbps 所以是非常的快 当然它也往下相容802.11 AC 还有802.11 N OK 让我们再换个区域 嗨 各位 Enterbox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华琴的系统PM 我叫Bio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个 非常非常新的一个产品 它是全世界第一张Thunderbolt的显示卡 那这张显示卡有什么特色呢 第一个 它是一个SIM MINI ITX主机版的尺寸 那它相容于一体 All-in-one的机壳 或者是一般的ITX的机壳 那当然跟如刚刚所提的 它支援Thunderbolt的介面 那我们使用的是一个 AMD-RX570 4Gbps或8Gbps的显示 晶片 那这个产品到底是要怎么使用它呢 我们在现场摊位中 跟各位展示的这台一体机的机壳 这是一台传统的All-in-one的Chassis 那过往 All-in-one就是把PC主机版放在这里头 那今天我们现在如果把这张主机版 换成我们ASRock这个全新的显示卡呢 它就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Thunderbolt的萤幕 那透过这个Thunderbolt的这个接头 它只需要一条线 接到你的Mac或者是你ASRock上面 有Thunderbolt接头上面的话呢 它就可以同时让你提供你资料的传输以外 还能够帮助充电 直接帮你用一条线充 帮你的RTROBOOK充电 因此你回到家之后 把你的RTROBOOK接上去 在这个Thunderbolt螢幕之后 除了有充电功能以外 它还可以有AMD顯示卡的加速功能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 需要玩游戏或是影像剪辑 或是需要一些3D的效能 那一个RX570的显示卡在这里头 一条线就要让你解决了 那我们也知道 现在RTROBOOK越做越轻薄 那它的USB Port其实是不够多的 没有那么多 因此呢在我们这张显示卡上面呢 还额外的让你有4个USB的接头 还有一个网路的接孔 因为毕竟在家里的话 大多数都是接有线网路 那我们还有提供一个HDMI的 那个萤幕输出的功能 因此如果你想要接到下一个萤幕的时候 还可以再串接第二台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这张显示卡 因为它是使用All-in-One的主机版的版型 所以它用的是LVDS 所以它就直接点亮这个萤幕 还有一个2.5吋硬碟的支援 所以呢当你接上这一条Thunderbolt接线之后 它就编成一台Thunderbolt萤幕 还要让你有多的USB Hub以外 还有一个储存的空间 那这样子的一个全新的产品呢 我们也认为也算是一个 或许算是一个小尺寸的一个做法 因为小尺寸不光只是说 我们把体积做小 因为以往我们可能需要一台PC 才能够满足这么多的东西 我现在只需要一个萤幕的空间 就可以解决 因为毕竟它只需要在萤幕后面就好 那为什么我们选择Thunderbolt 又选择AMD的这个RX570呢 第一个因为Thunderbolt外接盒的主要用户 有绝大部分是来于MacOS的用户 那AMD的RX570呢 只要接上Thunderbolt 不用驱动程式就可以直接使用 第二点呢 因为Thunderbolt呢 它的频宽有40GB 因此我们有去测试过 RX570算是一个在效能跟价格之间 取得最好的平衡 那如果我们用到更高阶的显示晶片呢 同样会受限在Thunderbolt的频宽上面 因此我们选用RX570 那Thunderbolt还有一个最大的未来的趋势是 英特尔的下一代Ice Lake的CPU 它是内建Thunderbolt的 因此未来在2020年以后的Archabook 理论上都是内建Thunderbolt 而不是一种选配的东西 所以未来每一台Archabook 都有Thunderbolt的情况下 这样子的萤幕或许就可以让它变得更有 使用性的方便 那对于已经有萤幕的人来说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这是一张SIM Mini ITX尺寸的显示卡 所以呢你也可以选择把它装在一张小小的ITX的机壳 然后呢同样利用这条Cable 插上去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Thunderbolt的外接盒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Thunderbolt外接盒了 因为像外面的外接盒都非常的巨大 那这个一台小小的三公升的尺寸 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那一样透过HDMI 就可以接到你原来的萤幕上 所以你在使用的用途上 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改变 只是多了一个小小的盒子 那这盒子因为很小 可能放在桌子底下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感觉的 那我们认为这样子或许 才是一个未来的使用模式 当你有一台这样的MacBook 或者是一样的AltraBook 出外办公 带着Notebook走 回到家插上去 帮你充电 然后有提供更好的3D效能 然后又有其他额外储存空间 或许这样子才是一个未来 很高兴跟你们介绍这一片板子 谢谢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们这边是现在是在Computex 2019 华晴科技的展览区 那我是华晴科技的显示卡负责 产品行销贯东 那这次呢 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 我们这一次华晴科技 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新的产品 跟一些新的惊奇 那我们可以看到 首次我们在这边展示了两张 所谓的Fundang Gaming系列的 显示卡的概念卡 那Fundang Gaming系列的概念卡 它拥有了三风扇的设计 然后能够提供所谓的ARGB的一个 灯效的支援 那再加上它 我们的次世代的显示卡的外观 然后我们也准备应用在 我们之后的产品上 然后希望能够先让大家有一个 首次对它有一个加深印象 也是希望能够博得大家的眼球 看看我们新的产品 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这次目前有一个新的 改版的产品 叫做Fundang Gaming U Radeon RX 590 8G OC 那这个产品呢 是世界第一张 擁有ARGB LED灯的Radeon RX 590 显示卡 那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第一张 擁有ARGB LED的显示卡 那ARGB跟所谓的RGB的差别在哪里呢 它的A代表的叫做 Addressable 就是可定值的 这样听起来可能有点技术 那其实就一般使用者知道的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呢 ARGB的显示卡呢 或是支援的产品呢 它可以一次同时很多的颜色 在同一个时间内 但是RGB呢 它可能就只能 哦 一个区域一个颜色 一个区域一个颜色 但是ARGB 没有这样的限制 它可以跑一些更绚丽更酷炫的特效 基于我们刚刚的Fedon Gaming U Radeon RX 590这张显示卡呢 我们同时有在这边做所谓的动态展示 那这个动态展示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Radeon RX 590 这个Fedon Gaming U这张显卡呢 它带来一个很连续的一个灯效的变化 很连续的灯效的变化 再看看我们安装的其他的装置跟产品 跟我们的主机板呢 你可以让使用者去组建一个 属于自己的灯效系统 那这个等于是 可以让这个我们这个 ARGB LED PC的外观呢 更加的绚丽 然后更加的齐全 那 再来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还有一个概念要提的就是说 我们这一张Fedon Gaming U Radeon RX 590 的8G OC这张显示卡 它搭配我们另外一张 目前的Thunderbolt 3 AIC R2.0 这一张Thunderbolt附加卡呢 我们各在里面安装了一个 Mini DP的显示连接布 那这个呢 可以让我们的这两张 这两张界面卡的连接 从里面 从机壳内部去传递 视讯讯号 因为呢 在传统的显示卡 跟Thunderbolt附加卡呢 他们通常都在机壳背后 先串一条线 然后再从 Thunderbolt卡那边 将讯号送出 那导致机壳背后呢 就会多一条线 那我们有一些客户就会问 说 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概念 可以说 我们把一个 接头移进去吧 接头移进去 那就可以让我们后面的线 更加的简洁有力 对 那这也是我们这个DEMO 想要展示给大家的重点 大家好 那在这个墙面呢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呢 是我们这一次 华琴这一次在Computex 首次曝光的太极显示卡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华琴呢 已经有太极的主机板 有好一阵子了 那已经有非常多的model 但是太极的显示卡呢 则是在这一次的Computex手曝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样采用了 非常强效的三风扇设计 那同样也有所谓的 ARGB的LED灯 但是呢 我们想强调的是 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 是说 跟刚刚提到的 Fentang Gaming系列比较起来 太极呢 我们是针对 更另外一个面向的使用者 那他们呢 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呢 优雅外观设计 然后看起来更加沉稳低调 而且呢 灯呢 或许也不需要那么的多 只要需要一些 可能关键的 或点缀就可以了 那 那 所以可以看到 我们这张显卡 它现在的外观 可以 也跟我们的 现在的所谓的 太极的主机板呢 有一定程度上的 连结 就是包含 那个齿轮式的 那个概念设计 那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到 Athroc的摊位内部 那我们现在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Athroc今年呢 带来的 所有显示卡的总览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墙上呢 有 从Radeon 7 一直到 RX550 这样从高到低的 各种等级的产品 那这些等级的产品呢 代表华琴呢 能够提供 一个非常好的 完整的Solution 那去提供给各个用户 那每一个层级的用户 他们有各自的需求 我想我们透过这些 这么齐全的产品线呢 应该可以很好的满足 他们的要求 那 再来就是呢 我们有介绍过的 我们刚刚提到的 次世代的 Fundant Gaming的 还有太极的 概念卡的设计 在这边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 桌上型的展示 那大家呢 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 它各个角度 甚至拿起来 把玩一下 看看它各角度的样子 所以我想这个是 能够让大家 给我们也能够 有一个更完整的 一个回馈 如果您拥有一个 就在这里 有一个个人 来说 这个是 那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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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